早安 你好 我是宋彥民 歡迎收看華視晨艦新聞 帶您關注 檢調偵辦了金華 城岸 關鍵人物就是現任 臺北市的督委會執行秘書 授秀沛 經過檢方 訊訊之後 在今天凌晨四點請回 並且限制出境出海跟住居 把時間交給外遇 好主播 各位觀眾檢調偵辦金華城岸 以貪污罪被告身份約談 臺北市督委會執行秘書 邵秀沛 而在今天凌晨四點 邵秀沛最後以無保請回 只見他戴著口罩在友人的陪同下 離開北界 馬上帶您關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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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搜到潛逃 有沒有覺得很冤枉 麻煩一下 你們什麼要說明的 有沒有覺得很冤枉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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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好 這裡就好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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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邵秀沛身穿黑色上衣 不發一語乘車離開 邵秀沛是現任職委會直密 也是都發局前總工程司 過去曾參與都委會案情討論 檢方懷疑他主導會議將金華城容積提高到 百分之八百四十最終拍板定案 而今年八月中旬 他請家去日本玩兩週 預定九月二號回臺 從此沒有被檢方約談 不料北檢卻稱他為罪遣逃 不過邵秀沛 澄清只是出國旅遊 回國近連政署應訓 將近十一個小時之後 檢方深夜要來釐清整個會議決策過程 這回移送北檢附訊後 邵秀沛遭檢方訊後請回 並且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以上項最新先把先進頭交還給棚內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精華城岸被檢方馬拉松 是在訓問七十個小時之後 在凌晨是無保請回 經過一天的休息 柯文哲昨天晚上 立刻整裝出門 被問到要去哪裡 柯P只簡單回來一句工作 來聽柯文哲的最新回應 柯文哲只跟記者短暫互動了十秒鐘 就坐上了車子離開 只說要去工作 而究竟是要去哪裡 要談些什麼事情 柯文哲則是沒有回應 而他的妻子陳佩琪 也沒有一同出門 柯文哲這次因為精華城案 無保請回 檢方企劃 提出抗告的重點 可能鎖定在柯文哲 是在臺北市長任內 是否具備實質影響力 柯文哲接下來的每一步 都備受關注 而柯文哲被無保請回 對主事者小草來說 算是贏得勝利 但真的贏了嗎 有法界分析 檢方這波生涯 或許不是目的 而是策略 回顧偵查庭時 柯文哲拒絕夜間偵訊 想離開遭當庭逮捕 檢方因此得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祭出強制處分 壓縮了約談的時間 但是生涯之後 柯文哲為了避免被羈押 面對法官公道博的角色 得透露更多訊息 雖然簡便第一局 檢方看似疏了 但是律師也分析了 檢方可以從中掌握被告的主張 以立體格提抗告之後的應對 近七十個小時的調查程序 柯文哲派出王牌律師團做辯護 在羈押亭中拿下吳寶請回 看似佔上風 但檢方準備抗告 鬥法大戲恐怕尚未完結嗎 天下第一組主任檢察官江振宇 大動作約談生涯柯文哲 但強制處分不如預期法界有意說 推測生涯的動作或許不是目的 而是策略 回顧偵察庭 當時柯文哲拒絕夜間偵訊 還想要直接離開遭到檢方逮捕 被認為可能是柯文哲方 要逼檢方24小時內做出強制處分 但檢方隨後申請羈押和限月 是否偵察庭不順利 想透過羈押廳手段 探出更多內容 檢警機關確實有被迫提前收網 所以可能有一些準備行為 做的可能不是非常的充足 時間有限制 羈押廳上法官如同公道博角色 柯文哲正因為避免遭到羈押 得向法官吐露更多案情 儘管法官裁定吳寶請回 但檢方已經在庭上 獲得柯文哲的主張 方便後續掌握新市證 再提抗高 他就必須得講更多 有利於自己的話了 那也算是可以讓這個檢警機關 可以取得更多的市證 發布第二波的申請羈押 做一些資料的準備 前台北市兵議局前組長朱雅虹 31號深夜遭警方約談偵辦 似乎就能看見端倪 柯文哲打羈押戰的同時 檢方仍兵分多入收集市證 讓證據滾動式增加 再加上北檢這次重啟神秘端骨辦案 規模絕不一般 檢辦雙方對戰第一局無保請回 是否仍有下局開打就得看抗告是否有 普 華視新聞 順利張德生 楊超成 由華 台北報導 來關注金華城案 臺北市議員郵書會 在昨天指出呢 其實金華城的容積率 從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到百分之五百六的過程當中呢 也可能有問題 因為當年時任監委劉德勳 糾正臺北市政府 才讓金華城的容積率提升 而劉德勳在調查報告中的 關鍵證人就是時任 臺北市的都發局副總工程司 現在被羈押 進監人的吳順明 而巧合的是 兩個人事後 都在維京集團旗下任職 讓他懷疑不單純 進化成容積率經過兩次提升 來到史無前例的百分之八百四十 讓時任臺北市長 柯文哲被質疑有徒利之嫌 不過現在議員也質疑 第一階段容積提升 也怪怪的 議員郵書會拿出監察院 二零一五年調查報告 時任監察委員劉德勳糾正 臺北市政府要求將精華城容積率 從百分之三百九十二提升 至百分之五百六十 但為何要求提高容積率 劉德勳所引用的一份關鍵的證詞 就是吳順明 關鍵證人吳順明 也是這回被羈押 禁見的應小微助理 不過在擔任應小微助理之前 曾是臺北市都發局副總工程司 也正是吳順明的證詞讓劉德勳 在調查報告中采納百分之五百六十 龍積率進而糾正台北市政府 但調出公文明明會議記錄就寫著 龍積率因依據整個基地面積計算 為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而會議記錄人正是吳順明 吳順明居然在監委的調查報告中 做出假的證詞 而監委居然明明有公文可以採證 而他就引用了這個證人的口頭證詞 後來兩個人都紛紛到了威京集團 這到底是巧合還是事後的仇謝 面對爭議劉德勳解稿前沒有回應 但過去曾強調當年調查報告皆有詳細記載 至於擔任基金會董事是與陸委會任職 經歷有關與調查案沒有關聯 龍積率的提升是巧合還是早有規劃 議員喊話北檢並按調查 從時撥檢 釐清真相 來看到頭號柯黑民進黨的六王 是今天日前下賭注了 如果柯文哲沒有被法院羈押 就要高空彈跳 來看他何時要兌現承諾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身先進華 成鼻岸風波 先嫌對頭號柯黑 立委王勢堅下站鐵 屈棍球高空彈跳 現在難道都得兌現 王勢堅一號在臉書PO出便當照 八個大字 不聲吸取 哀經勿喜 仔細看照片暗藏玄機 左炸劑又烤壓 簡稱羈押 但柯文哲二號臨城貨無包起灰 網友起哄這回合賭注 王勢堅恐怕是輸了 堅哥打賭從沒贏過 謝謝堅哥表演高空彈跳 說到做到才是正男人 我相信法院的判決 但是稍安誤照 因為檢方這幾天就會提出抗告 而且我信用非常好 我相信大家對我去彈跳 是很有信心的 王世堅余待保留 要大家再多等幾天 靜待檢方後續抗告結果 早在二零二一年王世堅送上魔戒 告誡柯文哲全力猶如魔戒 戴上去就脫不下來 日前受訪也曾鐵口直斷 柯文哲涉探最後一定被羈押 如今簡慮大打法律戰 柯文哲王世堅這場賭注 誰輸誰贏還很難說 華爾新聞SNG小組稱報導 再來關心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將在十月十三號投票罷免發起 這謝國良的公民團體 山海公民拆糧行動 昨天釋出了一段爆料音檔 當中指控謝國良動用個人資源 要求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上至經理下至一般行員 都必須要在九月六號的造勢晚會前提交一份動員名單 但是謝國良則是否認有這樣的行為 藍營明帶已自排開力挺基隆市長謝國良 挺良勢力來受暖 不過霸良團體也發動攻勢 釋出一段爆料音檔 公民團體山海公民拆糧行動收到錄音檔當中 指控謝國良動用個人資源 要求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必須在九月六號造勢晚會之前 交出一份動員名單 從經理 課長 一般行員都要求達到一定的動員業績 更指控在二姓校園點滴粉專中 直接貼出在二姓高中聯合參會上 人手一支反罷免扇子 屬於校園的活動儼然成為一場謝國良的造勢大會 原定六號舉辦的造勢晚會 因防災烤糧宣布延期 而外界持續關注了金華城案 國民黨立委徐曉欣痛批肥檢辦案 喪事無頭蒼蠅 而且還羅織罪名要入人於罪 連基層的公務員都要被污賴為潛逃出境 這樣子的肥檢顯然是荒謬荒謬再荒謬 中秋節快到了 正式吃柚子的好季節 現在有好消息 被中國禁了兩年的文旦又終於解禁了 一刀一刀精準切出漂亮滑板 中秋節將至加湖必備飽滿甜美的文旦 現在在傳出好消息 台灣文旦禁止書中兩年 如今再度開放 市場可以擴張當然是美式一裝 不過今年碰上乾旱 文旦產量減少3.5 加上中秋節只剩兩週 想要外銷時間有些緊湊 因為這個消息一出晚上 有一程序要跑 台灣文旦產量以台南麻豆為首 而以花東三線種植面積將近一千兩百公頃 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 二零二二年中國禁止輸入 大量幼果滯銷 花量的文旦更超過一半 農民無奈只能自行吸收 受到果實是農民辛苦結晶 受開米颱風影響 在果實入江期間帶來風沛雨量 今年文旦香甜Q彈 平均甜度都在十度以上 而均價落在七八十元 好一點的一百一十元左右 得獎過口碑好的兩到三百元也都有 多少文旦可以輸出 目前仍在統計當中 畢竟中國市場大 台灣也不會有供銷過量問題 幼農人士樂見其成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